夏天到天气热,吃根双麒麟感觉真好 双麒麟大家看起来觉得是牛奶做的 但是我们要告诉您,其实双麒麟不见得很含有牛奶 却含有包括漂白剂、乳化剂、增酬剂、人工色素等等 十几种不同的化学元素 而且这样的状况提醒所有的老人小孩 吃了之后伤身,同时会造成免疫系统不全的人更加严重 成人一天至好,不要超过一只的量 双麒麟一圈一圈挤在天通饼干上 天气一热,大家都迫不及待一口咬下 但别看双麒麟白白的就认为它完全是用牛奶做的 香草里面有加牛奶吗? 有,双麒麟是有牛奶 商店店员当然说是牛奶做的 但他不会告诉你,其实双麒麟中还添加了最少十种的化学添加物 虽然都是合法添加,但对人体还是有危害 那包含所谓的蒸愁剂、甜味剂、果糖糖浆 吃太多其实它容易在肠道可能会造成肠阻塞的等等的问题 果糖本身容易造成肥胖 容易造成脂肪肝 容易造成所谓的散散肝油脂过高 一个成年人不应该一天不应该超过一个 除此之外,医师还说双麒麟时常生菌素超标 所以两岁以下的小孩还有老人 以及免疫不全或有器官移植的人 最好连吃都不要吃 别让胃装成双麒麟的化学物质一点一滴吞噬掉健康 记者王一仲三天军台北报道